你只能吃便宜货 你不能吃贵的 贵的养不起 他没有资格了 贵的养不起 已经没有资格吃贵的东西了 这是我去年在福建东山岛 要探访鲍鱼和海带的养殖基地 这是海边停的灯捕船 上面一个一个挂的都是大灯泡 晚上开到海上去点亮灯 那些喜欢光的鱿鱼啊 小鱼啊什么的都吸引过来了 然后一网楼 这底下黑黑的就是海带或者是龙须菜了 具体看不清楚 这片海域是又养海带又养龙须菜又养鲍鱼 海带收获了 我们去的时候海带比较贵 所以这个时候的海带是给人吃的 舍不得给鲍鱼吃 来一个 上面那个叫固着器或者叫甲根 因为海带不是植物不能叫根 也是起附着作用 但是这个太小了 咱们换一个大的 他们还问我要不要带一根回北京 我婉拒了 这玩意儿塞哪儿啊 这还有一团龙须菜 我们去年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正好是龙须菜便宜的时候 所以主要喂海带的就是这个东西 这一条上面然后说说说说说说一下吧 这一条大的竹竿 然后旁边先做个小 怎么着就是养海带的同时容易它自己长起来 对对 因为有养的也有养龙须菜的 就这边海的旁边 它苗的可能随着海 还有两种飘到那一块去 但是大大部分就是会长在那个 就他们把那个绳子吧 就那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绳子在绳子上面长 这个其实是跟海带苗 那个鱼派是一样的 在苗的时候需要把那个绳子就泡在水池之后 让那些苗就包着不都在那个绳子上面 然后后面就是完之后就再放到海里头 然后就慢慢到季节就慢慢的快养 到了养鲍鱼的鱼排了 在这上面走路还在有点平衡力 稍不留着人就掉海里了 鲍鱼的开饭时间 鲍鱼在箱子里边是吧 这种是这种箱子 然后一大盘 然后把这个箱子开了 然后就开饭了 箱子里边还分的 箱子平时挂在海水里 但是也会附着很多脏东西 为之前先拿水冲上 开饭了 开饭了 每个小房间扔一把龙躯菜 那些东园 东园为之老虎的意思 不许遭见老虎 市场上的鲍鱼 壳上经常有绿色或者红色的条纹 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吗 这个原因特别有意思 它这个是不是吃海 就是吃龙躯菜的时候 它壳就会变成红的 对红的 早期的时候不就是绿壳的吗 绿壳可能就是吃海带 海带绿色的那个藻类 然后长大了 就育苗的时候 然后大的时候吧 那整个你看一轮一轮都是吃这个 那吃这个的话 就是这个颜色 它就说白吃啥就 吃啥啥颜色 就对了 刚才他大部分时间吃的都是龙躯菜 他吃什么就得想一下哪个便宜 可能哪天就是海带便宜了 那他就绿壳了 然后你只能吃便宜货 你不能吃贵的 贵的养不起 他没有资格了 贵的养不起 已经没有资格吃贵的东西了 往年养殖公司还会搭配着喂一下 龙躯菜海带交替着 有时候哪个贵点呢 也就贵点了 我去的那会儿去年 已经是因为疫情影响 这个鲍鱼销路很不好 就只能严格遵守哪个便宜吃哪个 所以这儿的鲍鱼吃了好长时间的龙躯菜了 想一想其实挺让人感慨 一个病毒导致了鲍鱼的壳颜色发生了变化 就等于这批鲍鱼壳上的条带 记载了人类的这段疫情 这些都是皱纹盘鲍 就是咱们吃的最常见的这种小的鲍鱼 现在鲍鱼的养殖水平也是越来越高了 他们做了一下测试 13个月内批货上来 已经从一公分半以上的苗 已经可以长到了 最大的有五头的货出来 13个月 五头你们当猪位吧 不不真的 它就是现在的苗 已经就是进化的特别快 然后它大概正常规格 在八头九头左右了 它就已经是这个 成品吧 八头头是成品 对成品八头头 这种123头已经开始少了 所以就说明这鲍鱼为什么长不了 现在真的长得太快了 不 我觉得是各方面养殖技术慢慢慢慢上去 苗成功率99.999的 哈哈哈哈 这么多 你去我育苗厂看 天天往往往往往下水道排排苗丢掉 不要 哈哈哈哈 你去看我那水垢里都是苗 啊 我们我们我们昨天是想看那个 特别想特别想特别想 你都会卖一下了 现在都都丢掉 昨天市场那个没准就是下水道里 潮来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 他们捞出卖了 捞出卖了 因为它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请很多工员过来 然后那个我们不要了 嗯 那有可能就拎回去了 好 我们那个工员特别开心 它就拿去晒了喂鸭 那那个鸭子吃起来蛋特别红 嗯 这蚊盘暴怕热 所以到了夏天 这儿的鲍鱼 会有船带着他们去北方 比如像辽宁那边的海里边避暑 那那那那这块就就养别的了 不养了 不养 空了 嗯 那这一部位留着 一部位留在这边渡夏 一部位去避暑 夏天这个玩意气温高它不长 死 那那那那那 那留一部分渡夏还是干嘛 啊渡夏我的边边用掉啊 用掉卖掉 然后还有一个你总归不能全走了 嗯 还留一部分的守家里吧 对 那给他试验 我们每年都会留下来渡夏试验 万一成功的你就赚钱了嘛 因为就不用折腾了 折腾了 嗯 你来回船会就 他还还都不好吃 嗯 那海参不也是这样子 嗯 海参也是你们这儿串苗 海参是霞浦的 嗯 霞浦养 现在很多北方人来收拌成品回去 其实都搞成北方海参其实都不是 哦 都是霞浦 这个我还记录海参不知道 霞浦 霞浦 现在就这个季节 海边大量的加工厂 全部在加工半成品拉干原海参 然后到了海参 就北方人来收购 我还记录海参 缺菜不缺鱼 缺肉缺菜 这上有冰箱吗 嗯 有电池 嗯 这个 都是用缺电池的 就不太好用 嗯 一般是不太用 不太用力一下 鱼排上人住的屋子 还是挺大的啊 比想象中大好多 海上火势特别好 在乱走 就想吃啥 是吧 经过的时候 来来来来来 这个给我 电池 没了吗 快点 这个屋子更好 超级干净 又大又干净 还有图鉴 看来这个屋子的主人是个体面人啊 弄的都挺像样 然后这个鱼排养的是狮鱼 就是这种鱼 这捞上一条来 但是过去一年了 我也不知道这条给没给我们吃 反正这种非常新鲜的食鱼 是很难得的 如果吃了 我应该印象挺深的 但是我没啥印象了 也可能我吃完就忘了 没出一劲儿了